喂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agent 去世了 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无法接受 我无法接受 我其中一个伙伴的离开 当时的心情非常低落 昨天才跟他在电话上里联系 今天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让我感到人生无常 必须珍惜当下 突如其的消息 让整个团队陷入了低迷 大家都无法接受 这个残酷的事实 我是这个团队的领导 我需要扮演领跑的角色 让他重新阳光 自热起来 想尽办法 让大家重新振作 点燃大家心中的那把火 我知道 循环沉淀的爱痛 不是我要的 我是领跑 我会站在最前端 继续带着我的队友 前进 我们一起打拼 一起拿奖 一起旅行 一起专业 一起带着我们的梦想 创出我们的一片天 我们一起打拼 云南 大型 不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时常提醒自己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 可是一个团队可以跑得更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